今天教大家做美味的花梅黄梨排骨,准备食材如下 首先准备太阳花梅三粒泡热水 咸水梅一粒 黄梨100克 片糖 红辣椒一条 小洋葱五粒,姜片少许 蒜米三半 腌制排骨350克克小块 用盐和薯粉泡半小时 清水洗干净凉干 绍兴酒少许 胡椒粉少许 生抽少许 薯粉少许 再将它们搅拌均匀 热油,将姜片,蒜米,小洋葱下锅爆香 再将排骨下锅 开大火,将排骨煎熟 加入片糖四分之一 继续翻炒一下 再加入绍兴酒 加入太阳花梅三粒,咸水梅一粒 翻炒均匀 加入水,盖过排骨 黑酱油少许 生抽一茶匙 蚝油一茶匙 小火焖35分钟 收之后加入黄鱼100克 再加入青葱白,红辣椒一条 黑酱油少许 风车粉少许勾芡 加入青葱段 香油 翻炒均匀即可 香喷喷的花梅黄鲤排骨就这样完成了 关注我 小千妈咪健康战 喂 小千最近暂费 用索炒均匀 烂均匀 您拥换 approve